医生竟然从女人眼睛里取出一条宠字 紧接着是第二条 第三条 就在刚刚 小美做完瑜伽 慢慢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定睛一看 她的眼球竟然是白色的 眨了几次眼后 还是一样的结果 吓得她哇哇直叫 急忙拨通了911 救援人员赶到后 她还想去开门 可惜撞到桌子 摔了一跤 他们只能破门而路 随后将小美扶到凳子上 经过询问得知 她之前视力一直5.0 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没用过新的化妆品 也没有任何过敏反应 那怎么会这样呢 医生检查后发现 眼睛有些肿胀 还有一些炎症 接着掀开眼皮 这样不像白内障 突然一条虫子 从眼球上爬了过去 这可怕小美恶心坏了 虫子怎么会钻进眼睛里呢 队长说是牛营 专门寄生在牲畜身上 从眼泪里吸取营养 在眼睛里产卵 小美说这不可能 我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牛 不过跟其他动物接触过 原来她是瑜伽老师 授课方式非常特别 为了让学员保持平衡 在他们背上放了山羊 可昨天上课时 突然一只苍蝇飞来飞去 这或许就是原因 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取出20条小虫后 视力这才恢复了正常 眼睛也不再浑浊 可看到小虫后 她还是忍不住跃了出来 随后问一声 兔子身上没有这种寄生虫吧 又把主意打到了兔子身上 听到这里 你还同情她吗 婴儿鼻子里竟然掏出个玩具警察 随后又取出一个消防员 可她依旧哭个不停 难道里面还有东西 紧接着就取出个消防车 可为什么往同一个鼻孔里钻呢 看到桌上的玩具 大壮顿时明白了什么 她拿出吸铁石 对准剪刀一吸 效果非常好 然后塞进男孩鼻孔里 果然一只金属猫咪被吸了出来 原来为了救出猫咪 男孩分别把消防车 消防员和警察塞到鼻孔里 可这边刚忙完 医生竟然牵了头猪走进手术室 让猪躺到病人旁边 一起做手术 原来猪是用来救命的 就在不久前 医院来了个特殊病人 他是黑帮老大 可刚站起来 就觉得头晕目眩 随后重重地摔到地上 大壮判断他中毒了 而且毒性很强 肝脏早就失去了功能 最多能活三个小时 为了去除毒性 他灵机一动 让护士牵了头猪 放到病床上 把黑老大的血液抽出后 注射到猪的体内 用猪的肝脏 把血液中的毒性过滤掉 然后将无毒的血液 输入黑老大体内 这样就能争取更多时间 查明中毒原因 通过X光分析得知 黑老大是个老烟民 不过现在白血球数量 急剧下降 说明他正在戒烟 而戒烟糖中含有柴壶 虽然能控制烟瘾 但同时也会抑制白血球生长 而黑老大烟瘾非常大 他就不停地吃戒烟糖 结果吃得太多 就中毒了 只要让他跟猪待几个小时 不再吃戒烟糖 病人很快就能出院 不过猪可就倒了霉 这边刚忙完 医生就从女孩肚子里 夹出一条十米长的虫子 在霉麻醉的情况下 他一点都不觉得疼 就在几天前 女孩到医院处理伤口时 他装出很疼的样子 可大壮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是装的 不过女孩死活不承认 大壮见壮 用拐杖轻轻一敲 果然女孩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很可能是无痛症 无论是用针扎 用热水烫都没反应 就连满手水泡也毫无知觉 最后用电钻在脑袋上开个洞 还是不觉得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一系列检查 就是找不出原因 女孩说她三岁时 坐到火炉上都没感觉 屁股上还有伤疤 正在检查时 突然女孩浑身抽搐 体温飙升到50度 医生急忙把冷水洒到身上 温度这才降下来 随后做了脊髓切片 发现脊柱没有任何问题 正当大壮一筹莫展时 女孩踩到栏杆上 玩起了平衡目 要求医生让她出院 原来她又得了迫害妄想症 正当医生劝说时 女孩双腿突然没了力气 哭吱以下摔了下去 幸好这是二楼 只断了三根肋骨 可即便这样 她不但感觉不到疼 还觉得非常舒服 医生彻底无语了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 女孩突然抱住头 不停地大叫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壮吃汉堡时 突然来了灵感 急匆匆地跑回病房 认为女孩体内肯定有东西 在和身体争抢控制权 从而破坏了神经 于是立马给女孩做切副手术 这下女孩慌了 不停地挣扎 医生死死按着她 连麻药都没打 直接开刀 女孩疼得哇哇大叫 可大壮知道她是装的 随后从肚子里拽出一根虫子 足足有几十米长 就是这条虫子 吸食了女孩大量营养 导致B12元素缺失 从而产生了幻觉 感觉不到疼痛 而之所以有虫子 是因为她从小就生吃海鲜 牺牲虫就跑到肚子里了 这边刚忙完 又来了个女人 单身三十多年的她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过她离婚后就一直单身 也没约会过 怎么会怀孕呢 大壮认为她在撒谎 于是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第二天 女人又来了 这次说脖子疼 大壮捋起袖子一看 脖子上紫了一块 这明显是个大草莓 女人非常生气 还说自己一直洁身自好 没跟任何人交往 第三天女人又来了 说身上有小疙瘩 大壮检查一番后说 这根本不是小疙瘩 而是跟地毯摩擦时 用力过度 是正常反应 女人一听就怒了 我是单身 根本没有伴侣 难道她是多重人格 大壮问她睡眠怎么样 女人说睡得不错 一觉到天亮 就是醒来后觉得非常累 还有就是前夫一直住在楼下 她总是打电话要求复婚 大壮听完后心里有了答案 她让女人在睡眠仓里住一晚 没想到女人的脑电波 在晚上两点半时异常活跃 说明她那时大脑局不觉醒 也就是梦游了 合着这么久 她晚上一梦游 就去找前夫 怪不得怀孕呢 这是梦游见真情呀 于是立马复婚了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被活埋了 就在刚刚 男人用力一推 老妈就掉到坑里 随后把钢筋大铁门锁上 尽管女人不停地苦苦求饶 可儿子根本无动于衷 一转身来到搅拌机前 用力轻轻一抬 顿时水泥倾泻而出 顺着管道直接流进坑里 瞬间就将女人吞没 画面一转 几个孩子掀开油漆桶盖子后 顿时下了个半死 只见油漆桶里伸出一只女人的手 而身体却被埋在水泥里 FBI通过分析得知 她活着时就被放到里面 因为尸体的嘴是张着的 没过多久 又在垃圾堆旁边 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死法完全一样 法医清理掉水泥后 发现死者嘴里和肺部都有水泥 跟之前的猜想一样 可周围根本没有水泥 说明这不是案发现场 凶手很可能是水泥工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被绑到凳子上 她拼命求饶 却无济于事 男人拿起钻头 按到电钻上 一转身 打开了电钻开关 慢慢走了过来 把电钻插入女人鼻子里 很快FBI发现了她的尸体 由于死去没多久 水泥很快被清理掉 身上有明显的泪痕 鼻子有明显灼伤 通过分析得知 三名受害者年龄都是30多岁 单亲且带着10多岁的孩子 他们的物业公司也是同一家 而死者的额叶被破坏 从而让女人的荷尔蒙上升 容易性冲动 不过女人并没有被侵犯 那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通过调取数据库得知 当地额叶损伤的有19人 35岁左右的女性有三个 单亲带孩子的只有一个人 而她的弟弟正好是个水泥工 与此同时男人拿起竹台 竟然把母亲砸晕过去 随后绑在凳子上 在旁边挖起了坑 趁儿子分心时 女人正开绳子 转身就想跑 却被大壮拦住去路 只因妈妈不肯告诉她实情 原来眼前的女人是她的外婆 而她的妈妈其实是她的姐姐 在一场车祸中 父亲丧生 她的额叶受到损伤 因此欲望非常强 之后的名声一直不好 她在16岁生下了大壮 随后外婆办了领养手续 之后妈妈能就独自玩耍 当大壮长大后 发现姐姐竟然跟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 甚至连大壮的同学都没放过 因此大壮也想尝试下 她认为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可姐姐死活不同意 无奈之下 才说出了实情 因此大壮毫不留情地杀了她 当问外婆为什么收养她时 外婆就是不肯说 她非常生气 手一用力 外婆就重重地摔到坑里 随后拉过钢筋铁门 死死封住上面的出口 让外婆跟自己的女儿在下面团聚 随后一转身 来到搅拌机前 轻轻一抬 搅拌机里的水泥就倾泻而出 快速流了出来 没一会儿坑里的水泥就满了 与此同时 FBI查到大壮的地址 快速赶了过来 可刚下车 就听到求救的声音 于是急忙冲了进去 此时的水泥越来越多 大壮见到FBI后 转身就跑 不过很快就被制服了 另一人急忙推开搅拌机 掀开铁门 将女人拉了出来 她这才捡回一条命 正是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 才造成了现在的大壮 身为父母 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一只马桶怪兽出现在房顶 它纵身一跳来到街上 吓得男人停住了脚步 眨眼间怪物就来到近前 张开大嘴 一口把它吞了进去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军方立马派出直升飞机 可怪兽非常厉害 一口就把飞机吞了进去 二哈看到这一幕 吓得瑟瑟发抖 正在这时 门铃响起 二哈跑过去开门 没想到是只马桶怪 它一个俯冲 二哈也成了怪兽 两人快速向屋里冲来 大壮急忙放下梯子 来到二楼 可怪兽根本不想放过它 又追了上来 大壮一不小心 打开了电视 因为它看完视频 点了散和关注 怪物这才落荒而逃 见电视这么厉害 它露出了笑容 把电视带在头上后 走了出去 马桶怪刚一露头 电视发出红光 怪物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落到地上 眨眼间就死悄悄了 轻轻一按 把头按到马桶里 怪物就被淹死了 然后小手一伸 又拍死一个 这时看到宠物二哈 电视里出现个红色爱心 在爱心的照射下 一道金光闪过 它就恢复了正常 大壮急忙蹲下身子 把二哈搂在怀里 危机这才解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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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